好,我們今天訪問東企基金董事總經理龐寶南阿波 陸叔,你好 現在有特首選舉,大家都知道有三個參選人 有些人提出了雙重股權架構的看法 你自己有什麼考慮呢? 我自己考慮雙重股權是可以的 但又要分得很清楚 因為當中股權美國也可以做 那你為什麼香港做不到呢? 但是香港投資者的成熟可能不夠美國 為什麼香港和中國呢? 香港更加成熟了很多年 市場 但是為什麼都是自己喜歡炒賣 代表基金 你覺得可以有什麼政府的政策去配合呢? 這個我自己覺得 就要我們應該有一個平台做得好些 例如說MPF 其實大部分三百多萬人有 但是我自己是MPF的顧問委員會 事實上有很多人完全不看過基金 我們記得我們財務搜集協會 每年基金公司 MPFA在商場講解的時候 就派我的同事去幫忙 那些客人 就是MPF的投資者 然後問問題 一找一找一張信封給你 完全沒有開過的 然後幾年怎樣看都沒有看過 那你說怎樣 第一 有些覺得太少錢 或者有些不懂 有些沒有時間 總之很多 有十幾二十個百分之 所以現在要預設基金 要去解決這些問題 幫他們投資 如果不是過了三十年 那為什麼做了這麼多事情 這些基金的投資者 都不成熟 那很多人 第一就是沒有時間 第二 真的投資股票那些 就不會買基金 或者賣很少基金 或者ETF現在會買的 因為當股票那樣炒 但是如果真的買基金 是另外一班 那班又沒有時間 又不懂 譬如教育界 我太太在大學教育界 他對這些是沒有興趣的 他有興趣就是教育其他事情 這些事情就不要煩了 沒有時間 所以這群人有三四成 那我覺得是需要時間去教育 幫到他們 那所以就 其實基金對他們是好的 那我覺得NPF政府要做 應該是做一個平台 就好像NPF那樣 我自己覺得最好 就是香港交易所做 有一個做一個平台 做債券 所有上市公司的債券 在那裡賣賣 又便宜 透明度又高 好像iBone那樣 平台要做得好些 是的 香港平台做得好些 真的可以做國內 所有投資者的生意 是的 但香港一直不推動 你看債券市場 說了那麼久 除了iBone 老實說 iBone除了頭幾天 其他大部分時間 都沒有什麼成交 成交都是很小的 所以推動債券 推動基金 就算NPF所有東西 設立一個平台 記住特首候選人 聽到這個說話 聽到Paul所說的 希望可以推動得好新界政府 新一屆政府 真的要推動這個平台 是的